前几天写了台湾的十大枪击和十大通击药犯 十大枪击药犯可以说个个生猛 但是其中一人绝对是猛人中的猛人 十大中的头号非杨双武莫属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十大枪击中 头号猛人的生平 杨双武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县六龟乡 绰号双武仔 号称南霸天 曾经是台湾著名的帮派脚头 以及十大枪击药犯之一 杨双武 杨双武的父亲是台湾当局正式成立后 首批接收高雄市警察局的高阶警官杨水牧 曾任高雄市第一分局的最高指挥官 而母亲则是高雄市某酒家的日本义记 原名加藤燕子 后改中文名张燕秋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杨水牧因为丑闻而被贬到高雄县六龟分局的 其妻子生下杨双武的时候 正值杨水牧55岁 故取名为双武 杨双武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年少时期因其台日混血的身份 时常被当地混混辱骂为日本鬼子 并遭到欺压 为了自保便开始逞凶斗狠 成为了踏入江湖的契机 父亲逝世后 杨双武便随母亲搬至高雄市定居 1969年 17岁的杨双武便辍学在社会上私混 并因为持刀杀死一名在岸取勒的船长 而被判监禁八个月 同时杨双武也在江湖上闯出了一番名号 毕竟17岁就又这样战绩的 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也是不多见的 1970年以后 杨双武结束管训后 便混迹于新兴区万龙戏院 以及西北戏院一带 所以被警方视为是西北帮成员 并与连红帮、气贤帮、沙仔帝帮等帮派 角头往来 也因其个性凶狠 犯下多起暴力及枪击案而打响名号 同时 杨双武与蔡永长因同在高雄市发展而结识 并结为异性兄弟 关于蔡永长的故事 大家可以去小编的主页观看 这里就不多说了 1980年 因杨双武过于嚣张 被台湾当局以流氓分子名义逮捕 并移送至绿岛监狱管训 同年11月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逃跑 开始长达10年的逃亡生活 1982年10月11日 杨双武在高雄市遭到台湾刑警大队围捕 围捕过程中杨双武 持散弹猎枪 打伤台湾警察若干 并导致其中一名右眼失明 同年10月31日 在与联洪帮的陈耀国与台湾警方爆发枪战 成功脱逃 杨双武与警方的枪击案件震惊台湾社会 随即被列为重大枪击要犯并展开全面击捕 并与李慧昌 陈耀国等人被并列为台湾亡命三杀 1983年4月2日 杨双武因歌厅荡期纠纷 果同手下小弟开枪射击 当时红极一时的青蛙王子高凌峰 再次震惊台湾社会并引起轩然大波 随后 在同年6月 透过在日本的母亲 协助偷渡到日本东京都新宿区 并改名为加藤祥康 规划日本籍 躲避台湾警方追击 1987年2月 杨双武因曾与同样逃亡 新宿的牛浦帮杀手齐瑞生 发生口角 随后发生齐瑞生遭枪杀 气势后引起台湾警方注意 并对杨双武进行了追踪 同年12月 杨双武在逃日期间 与日本帮派山口组 及在日台湾黑帮分子往来 一同在歌舞技艇经营滴场 及颜色行业 持续活跃在黑暗之中 杨双武潜逃日本期间 遇入股四海 帮帮主刘伟民开设的麻将馆 遭到拒绝而结怨 并因有人在刘伟民的 赌场赌输百万元日元 杨双武伙同在日本的台籍帮派分子 以及当地的山口组成员 前往同事潜逃日本的 华山帮老大林仲南住处 与刘伟民展开谈判 谈判期间双方发声口角 刘伟民欲先发制人 持手枪向杨双武击发 却因卡弹遭到杨双武开枪 回击三发 并击中心脏及大动脉 导致失血过多而命丧当场 此件枪击凶杀事件震惊日本当地 也间接影响当时台湾帮派在歌舞祭艇的势力 遭到日本警方针对台湾帮派进行扫荡 逐渐瓦解 同年底杨双武以假护照潜逃至新加坡 辗转来到祖国记贼隐姓埋名 后来因为杨双武在X4M持续从事黑暗活动 而遭到祖国警方驱逐出境 1990年7月又伪造身份潜逃至泰国 随即被国际刑警联合台湾 泰国两地警方而将其逮捕归案 并遣送至台湾受审 被判无期徒刑 杨双武在服刑期间响应刚开始崛起的天道盟 并在狱中与各地角头创组联政会的帮派组织 其成员出狱后便以联政会名号从事犯罪活动 1994年杨双武在台北看守所入狱服刑期间 与同事服刑中的穿山甲占龙兰结怨 并通过关系取得开山刀于狱中将占龙兰砍伤 因而使得占龙兰心声畏惧进而策划陶狱 1997年间杨双武配合台湾当局的帮派解散政策 宣布解散联政会并退出帮派 并宣称现今已联政会名号活动的帮派分子与他无关 1997年由日本东映动画制作发行 并由香港导演李志毅 以及知名演员金成武主演的电影《不夜城》 剧中的黑道大哥出生于台日混血 游走在东京新宿的日本、台湾、ND三方黑帮的背景故事 便是参考杨双武的故事为蓝本改编 2003年9月 杨双武因在狱中服刑表现良好 过准假释出狱 也因杨双武过往树敌太多 社会大众担忧在引起江湖腥风血雨 媒体亦争先追踪报道其动向而引起台湾社会关注 2004年12月 杨双武与妻子补办婚礼 亦吸引媒体追踪报道 2006年6月 杨双武因涉嫌侵占多起公共工程 还有介入杀石生意纠纷被警方逮捕到案 但未被起诉 同年7月 杨双武出任歌舞职业工会高雄县分会荣誉理事长 在台湾演艺圈引发争议 并于隔年2007年高票当选该会董事长 再度引起媒体与社会关注 2009年4月 杨双武在屏东市为母亲举办盛大告别式 参与人数高达上千人 道上知名大哥郑人志 蔡永长 张忠信等前往现场参与哀悼 好了 关于杨双武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关注一波以防迷路 小编星空带你以不一样的视角旅世界